基督教要义每日灵修 旧约中举手祷告的礼仪是表明人提醒自己除非在祷告时思念天上的事否则与神仍是遥远的 就如诗篇说 耶和华啊 我的心仰望你 诗篇二十五篇一节 圣经常常说 举起祷告 扬声祷告 以赛亚书三十七章四节 免得那些希望祷告蒙神垂听的人自以为是放荡享安逸 神以宽宏恩典对待我们 温柔召唤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在他怀里 神的无比荣耀大恩远胜过一切 吸引我们亲近他 使我们尽心竭力 热切向他祷告 若我们还不心存感恩来认真祷告 是无可推诿的 然而 我们必须坚决克制 祷告的一切障碍 胜过它们 否则我们不可能 专心祷告 此外 我们必须注意第二点 所求的不可超过神所允许的 神虽然吩咐我们清心土意向他祈求 但是他绝不会放松标准 容许人将愚昧和邪恶的忘求 带到他面前 他虽然应许垂听敬前之人的祷告 成就他们的心愿 但是他绝对不会屈从他们的任意妄为 人在这两方面常常大大得罪神 因为许多人轻率 无耻不敬 甚至胆敢将自己的幻想忘求 带到神面前 他们是如此迟钝或愚昧 善感将他们所有的恶欲带到神面前 而这些念头若在人面前提起 必定深感羞耻 虽然世俗作家嘲笑 甚至赠贤胆大妄为的祷告 然而这些的罪恶 在世人中仍很普遍 他们向假神偶像 任意妄为的祈求 如今仍是如此 就如我们以上所说 人在祷告中放纵邪情私欲 比在同辈面前开玩笑 或说闲话更严重 但是神不允许我们 藐视他温柔的怜悯 反而伸张他的主权 以他的大能 制服我们的愿望 并约束之 因这缘故 我们应当牢记使徒约翰的话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 坦然无惧的心 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